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我在实际生活中经常演练 因为我经常遇见客户 我觉得我应对客户的口才 运在主持上 两者可以共鸣 你今天有没有带来什么才艺 或者说你觉得你和其他的一个参赛者 对他不同是什么 因为这些有很多是专科学 就是本科学校 然后就是有专门将 为主持专业的一个学生来参加 那他们的一个基本功是非常扎实的 那对于你而言 你没有就是学过这类的课程 经过专业的辅导 你自己认为你和他们的区别和优势特别是什么 其实我和他们之间 优势那就不用谈了 毕竟他们受过正统的训练 但是我觉得从事那个 就是那个波音主持专业出身的人 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的确因为没有什么亮点 但是像我这种草根选手的 收发自如比较个性化 对吧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优势 当初你收到节目的通知说能来上海 能来这里参加一个这样一个 文类的比赛 那时候心理是什么样子 四个字 非常激动 来个简单的一个 展示吧 好的 我就记性的模仿一段吧 好啊 我基本上呢 对模仿有一点小小的研究 比如说我可以模仿这个人啊 比如说刘德华 我必须要用我的拳头辅助我 不然我唱不唱那种抖音 好 下一位 阿渡 同时一种谈 让我们才为爱而战 谈理说面为济浪 不如我们现在好好的伤 正直话 苦涩的沙 吹动脸 满的看彩 这独心的这么 无尽的哭泣 永远老晚期 好了吗 好 因为我觉得阿渡的声音的话 他是往前推一点 而那个杨坤呢 他的声音 他自己也讲过 是因为手术的原因 让他变成那种声音 他的声音可能就往后一点 就比如说杨坤就是 无所谓 谁会爱上谁 无所谓 谁让谁憔悴 他往后一点 杨坤就是我的个人的眼 具体怎么样 我也不太清楚 毕竟我不是他们牙骨科医生 我也不知道喉咙的构造 是怎么样子的 好 最后一句话 来 激励自己 最想对自己说的一句话 是什么 今天我主持 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然后再 等一下 我想一想 能行 我就继续努力吧 如果真的不行 我就回家种地去了 好 谢谢